在书香氛围的地方看书喝咖啡 是格调是文青 但如果室温打39度 可是很难优雅的起来 进来后就很热 所以就觉得不太想要待那么久 美气室外机喷热气 第一独立书店39度变堂屋 或网络票选全国第一名的独立书店 云林虎伟错沙龙 最近深受高温锁烤 它的问题也可能是大家困扰的问题 7月22号是十二节气中的大树 各地温度冲到36度 体感温度也有40度 冷气当然是拼命放松 上个月书店紧邻两米向的对面 开启服饰店 两台室外机对着喷出热气 书店室外温度已来到41度 那室内呢 本来人的温度在我开冷气的时候 是很舒适的 但是一直到8、9、3、4、4的时间 对我们的冷气已经过很过量 毕竟我们这边的温度就很高 高到将近39度 服饰店家也满是无奈 他们说冷气机已装到最高点 云林县福表示 目前无法规范冷气废弃排放 要看未来是否修法 也以因应方式 东新闻 发烧的地球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